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0月8日 上星期我做直播的時候 提到NBA有一個球員Carrie Irving 他相信地球是平的 這是一個堅定的地平說推廣者 他在報道中接受很多訪問 都堅信地球是平的 最近他也陷入了另一宗很有趣的新聞 就是疫苗 由於NBA有這個州份 就是民主黨的州份 要求所有人都需要打疫苗才能夠入球場 結果他身處紐約州 他是藍網隊的球員 有防疫規定 而他暫時到現在都說不打疫苗 不僅不打疫苗 打不打疫苗是個人選擇 沒什麼所謂 有些人有自己考慮打或者不打 但是問題 打疫苗和不打疫苗 都是個人選擇 他在Twitter中卻公開點贊了一個陰謀論 這個陰謀論說打疫苗其實是基因公司和政府一起去控制人 去拿人的基因出來做複製 順利控制他們 尤其是對付黑人 而他點贊這個當然不出奇了 因為他長期都是一個陰謀論者 他相信地球是平的 地平說 為什麼到現在還有市場呢? 我今天試圖從思考方法角度去解釋 首先現在我們也相信地球是圓的 是球體 你說它圓是橢圓 也不要爭拗這麼捉字失的問題 反正它是一個球體 是圓形的 但是 我們為什麼知道它的圓形呢? 其實我們不是知道的 我們是被告知它的圓形 因為我們無論是人造衛星 照片 在太空拍回來的影像 我們也沒有親眼看到 我們也是一種間接接觸得來的東西 而教科書有記載 有很多證人 他就上太空聲稱自己見過 甚至乎有太空旅行 整套科學的概念都是如此建構出來的 你留意我的用字 是我們被告知 以及建構出來的 因為我們無法親自驗證它是平還是圓 我們無法驗證太空的影像是真還是荷里活式的製作 正如當年美國是不是登陸了月球 到現在都無法證實 我們要講一個私有方法 為什麼人們會相信地球是平 而主流是相信地球是圓的 其實古代自古以來 主流也是相信地球是平的 中國又說是天圓地方 什麼叫天圓地方? 天是混天而成的 是一個太空管式的一種 好像蓮蓉包一樣 是一個混天 它是有邊界的 離開了天 天外就有天 就會有第二個世界、第二個宇宙 反正我們這個世界、這個宇宙上面一個天 是一個混天 下面有一塊瓶餅 好像Pancake 然後Pancake外面就是世界的邊界 當你離開世界邊界就跌入無限的萬象深淵 這就叫做天圓地方雪 所以才有天崖海角 世界是有盡口的 在西方不同 西方很早知道地球是圓的 就是古代希臘的數學家、哲學家 巴特哥拉斯 他已經發現了地球是圓的 嘗試計出地球的圓周 但是當然當年的知識做不到這件事 計不到圓周 所以相信地球是圓的 還是相信地球是平的 都是一種理論 但是現在這個世界有多少%? 大概有4-5% 甚至有些國家說有6% 我做了一個統計 在Youtube的讀者 有4%相信地球是平的 81%相信地球是圓的 有15%相信地球是不存在的 是佛教式的說法 識即是空 空即是識 識不以空 空不以識 所有事情都是幻象 萬法皆空 很高智慧 反正現在相信地球是圓的 和相信地球是平的 也有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一個趨勢 趨勢就是相信地球是平的人 開始越來越多 為什麼呢? 這就是我解釋民主 為什麼會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 因為以前 人們的思想不會像現在這樣偏激 現在偏激思想的人越來越多 因為以前要傳一些很偏激思想給別人 很困難 譬如說你相信這個世界是由外星人控制的 所有政府都是Deep Stay Deep Stay背後的大哥是外星人 你嘗試突然走到他旁邊 跟鄰居說 他會當你是傻的 你在同伴中、同學中找到共鳴的人 是鳳無倫角的 但是現在出現了大數據 出現了社交平台 有Facebook、Twitter、YouTube、微信、微博 Nine、WhatsApp、Instagram 有很多不同的社交工具 你可以將你的信息帶給其他人 而他因為有大數據演算的方法 YouTube、Facebook、Google就想辦法增加他們的點擊率 然後只要你看那段視頻的時間越長 你按讚、留言、點鐘 他就會發覺你的喜好 然後下次有這類視頻 他又會推送給你 所以你在YouTube中看到地評說的支持者 那些視頻是講幾百萬view Nexon Geographic那段有500多萬view 其他也有ABC News有300多萬view 真的很細節 人們在講很多理據去證明地球是平的 最多的視頻有五、六百萬view 很多也有一、兩百萬view 就是說You never walk alone 你比利物浦的足球迷更厲害 You never walk alone 你永遠都找到很多你的同溫層 當同溫層越來越擴大 那些陰謀論 或者多荒謬的論說 都開始找到共鳴者 所以就會導致這個世界越來越多人相信這些古怪的學說 我們覺得是古怪 他覺得我們是古怪的 這個世界自古以來 都相信地球是平為主 剛才說過 古希臘的數學家認為地球是圓的 但是到了中古時期 當天主教控制了西方言論思想之後 他們是神學家控制了地球的解釋權 他們認為這個世界是平的 上帝用了六天創造了世界 聖經裡面的記載他們的推算 他們的解釋 認為世界是平的 結果將認為世界是圓的人 燒死他 異端宗教裁判所去制裁他們 譬如說達爾文那些人 加里略那些人 就會勢到打擊 他們提出的學說都是 在教會上認為 跟正統的神學有衝突 所以 在中古時期至近代 大部分認為世界都是平的 直至近代啟蒙運動興起 一些科學家挑戰權威 他們提出地球是圓的 牛頓科學家認為地球是圓的 提出了萬有引力 但是這些都是推算的 直至上世紀太空人升空 蘇聯 美國的太空人先後升空 拍了很多衛星圖片 甚至乎有轉播 全球轉播 美國人登陸月球 但是 仍然有很多人相信那些片是假的 為什麼? 這是一個思考方法的問題 因為我們人 會有cherry picking的思考方法 什麼叫cherry picking 就是摘車離子 摘車離子 你看到漂亮的才摘 不漂亮的就不會摘 就是思考上 所有人幾乎都難免了 對自己有利的論據 他們就會接受 對自己沒有利的論據 他們就會視而不見 甚至乎輕易地否定他們 這個 總結了地平雪的人大概 離不開也有以下論點 第一 他們認為地球是平的 因為沒有證據認為地球是圓的 他們沒有親眼看到 除非你請他去太空旅行 跟著維珍航空的老闆一起上去太空 否則他們不會相信地球是平的 不會相信地球是圓的 然後有人說不是 我們看到海岸線 有時候會看到曲線 所以地球是圓的 是有肉眼上的支持 他們說這是海事神漏 不是真的 如果地球是平的 為什麼衛星圖片 教科書記載 全部都是明文記載 他說那些都是政府的陰謀 是政府意圖操控別人 所以那些相片都是偽造的 是合成的 太空人是演員 荷里活的人 你不相信有太空人去過太空 絕對不相信 沒有人可以上到太空 你不相信你自己是陰謀論者 他說每個人都應該有陰謀 這個世界充滿陰謀 你為什麼會說地球是平的呢? 他說因為他看到的所有證據 沒有證據證明地球是一個球體 這個除了Cherry Picking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思考 就是因為你證明不到 所以那件事是假的 譬如說這個世界有沒有鬼? 他說這個世界絕對沒有鬼 除非你找鬼出來給我看 這個很明顯 是一種思考上的盲點 思考上的謀誤 你證明不到 跟那件事是真還是假 是沒有關係的 沒有衝突的 就是子飛如煙之魚之樂 你感受不到魚的樂趣 不代表魚沒有樂趣 是你感受不到而已 但是很多人相信 因為證明不到它是真 或者證明不到它是假 而輕易否定了對方 這是一種典型的思考謀誤 而除了這個問題之外 他說你還有什麼證據? 他說他還有大量證據 譬如說 北極應該是位於世界的中心 南極就是世界的邊邊 他還說 他有一個叔叔 在加拿大北部 採採阿旋 自此消失了 因為跌了世界的盡頭 牛頓力學是不是錯了? 他說牛頓力學不是錯了 但是科學家永遠不會知道所有的真相 他們科學家經常被人推翻 所以我們不要輕易相信科學 其實這些理論不僅如此荒謬地評說者會支持 懷疑疫苗者也會有這種說法 譬如說打疫苗他說幾年前人們對疫苗的看法和現在不同了 幾個月前對疫苗的看法和現在又不同了 由此可見不要打疫苗是對的 我們所謂科學就要講證據 一分證據就一分話 沒有證據就不說話 所以我們每一次看科學的問題 就是看到現在的證據下我們看到的東西 我們當然知道 有很多東西我們不知道 而科學的其中一個特點 就是那件事必須要被否定 是有否定的可能性 如果那件事沒有否定的可能性 那些不是科學 那些也不是學術 那些是神學 因為神學是不能否定的 神學你否定它可能會 宗教異端裁判所處死你 或者發動聖戰去襲擊你 所以神學是不能否定的 而且否定不了 因為我們沒辦法證明到的東西 也沒辦法否定 所以 有些人說因為科學有很多缺陷 所以我們就不相信科學 但是他們的思考上又有另一個謬誤 科學有很多東西未知 打疫苗可能有很多東西我們也未知 但是生活大部分東西都是如此 譬如說吃感冒藥 我們那件事未知 它的副作用 賣食已經幾十年了 但是有些副作用可能更長遠 譬如說做肛臟移植手術 它有很多副作用我們也未知 捐贈器官很多副作用未知 捐血很多副作用未知 當然這就是風險高低的問題 因為疫苗的風險高 那件事是短時間 而 剛才我說的一件事有長時間驗證 所以其實關鍵就是風險問題 而不是科學可不可信的問題 但是很多人將兩者運為一談 這就是cherry picking 人選擇對自己有利的證據而去接受 不過地平說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因為相信地平說的人 都必須要是陰謀論者 陰謀論者的特點是什麼? 就是第一 他對世界也是懷疑的 其實我對世界也是懷疑的 但是我不是一個陰謀論者 因為陰謀論者會相信 那件事是一個陰謀 之所以是一個陰謀 他背後有一些神秘的力量 或者是神秘的組織控制 那些deep stay 又或者是NASA 他想操控你 他當年想拖垮蘇聯 所以偽造了很多證據 告訴你 美國人登陸太空 美國人登陸月球 那些都是偽造出來的證據 這就是陰謀論者 以及懷疑論者的分別 懷疑論者會懷疑那些 我都會懷疑剛才那些 但是我懷疑而已 我不會肯定他們是假的 而陰謀論者不僅是懷疑 還會肯定是假的 還必須要指出他們背後有神秘的力量控制 而神秘力量是一個重大的陰謀 這就是懷疑論者和陰謀論者的根本分別 所以 這個世界還有很多人相信地球是平的 我是相信地球是圓的 但是我相信地球是圓的 是不是純粹因為我是被告知的地球是圓呢? 當然被告知是一個事實 教科書告知我們是一個事實 影像告知我們是一個事實 圖片告知我們是一個事實 但是我們有獨立思考 因為你要相信 如果有這麼多人合力 數十年創造一個謊話出來 當中必然有很多人參與 而有很多人參與 為什麼沒有人出來爆料呢? 或者有人出來爆料 但是那些人的影響力很小 如果有這麼多人做假的 牽涉的是一個真人騷 一個坐門的世界 其實是不能夠守得來的 所以任何陰謀 基本上大型的陰謀 我也是覺得很難相信的 因為牽涉的人眾多 最終會有人背叛 有人出賣 他說不是 因為一個陰謀論者背後的組織很龐大 哪些人出來說 他就將一些人處理了 滅殺了 這就是要用另一個更大的陰謀 去掩蓋這個陰謀 而中間的難度有多高? 他的交易成本有多少? 我是讀經濟史的 長期都要講交易成本 當一個陰謀如果涉及到交易成本 非常龐大 這個陰謀最後必然會崩潰 因為沒有東西能夠蔑視交易成本去做 所有事情都要考慮你的成本 效益 所以我對於世上大部分的陰謀 陰謀論 我基本上都不會相信 因為我覺得是騙不了 騙人也騙不了不久 除非你身處的地方是北韓 朝鮮 它操控了所有言論 操控了所有人說話 否則在開放文明社會之下 陰謀論其實不能夠壓得來 但是偏偏在開放文明自由的社會 越開放越自由越文明的社會 陰謀論才更有市場 因為能夠讓你說 讓你發酵 所以相對於歐洲 相對於英國 陰謀論的市場比較小 在美國 什麼陰謀都有人說得出 今天講這個思考方法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是Like、Subscribe、Share 正如剛才我所說的大數據下 你的Like、留言、轉載、點擊 你按鐘會影響它對我的頻道 以及對我這些影片受歡迎程度的推送 所以你越多留言、越多Like 對我的影片推送越有幫助 希望大家支持 今天講到這裡 以及收費平台Patreon 有我今天的參考資料 文字摘要 聲音檔 以及史記課堂 獨家的英國生活短片 有些人說英國不能入郵 超市搶不到貨 我拍些Vlog 現在都放上了Patreon 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OK 到這裡 拜拜